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k 今天要介紹你們的屋卷和之前介紹你們的片段是有關係的 之前帶大家看了一些尺寸OK 但要扔比較多錢進去做裝修的單位 然後又或者帶了一些真的很新,三年樓 但面積真的很小 如果兩個人住多一點的話,真的未必夠用 今天要介紹屋卷在屯門的聚康山莊 之前未帶大家看過蝶行亭那邊 正正由蝶行亭走到聚康山莊 過條馬路,再走幾步便會到 大概步程大概兩分鐘左右 然後比蝶行亭有不同的地方 除了面積會大了 這裡的兩房會大約是430呎左右 去到有些大小小的450呎都有 而它的發展商便會是新鴻基 去到現在我們看的單位質素 很多時候都是游泳,做回地立 打回地立便可以立即住得舒服 大的裝修都不用做些什麼 然後最重要就是買東西吃東西 因為它旁邊就是富泰村 富泰村本身有它的商場領會 然後還有一些巴士線 不論你去九龍、香港尖沙咀上班 都可以乘巴士去到 另外如果你真的要乘西鐵 走都走到西鐵站 剛剛我都是由西鐵站走過來 四分鐘的步程 待會我再帶大家實地走回西鐵站一次 記得看片尾 然後最近Yohub 你留意開的話 想知道價錢 想知道景觀間隔是怎樣的 立即WhatsApp我 拿資料 給個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最主要會看兩房單位 都是林鄭炳九成岸揭六十多萬 首期會買到的單位 我想雖然不是每個人都負擔得到 但在上車款來說 這些銀碼都算正常 不用再扔其他錢去做裝修 最重要 第一間來說 面積四百四十尺、四百三十尺 還好啦 OK啦 現在立即出發去看看單位 給Like、訂閱 看看找我 我們現在出發 現在看這個單位 是一個四百四十八尺的兩房 這間間隔是兩邊廳 掌庵山章的間隔 主要分為日子廳和兩邊廳 現在我們看這間兩邊廳 不過這個單位是一個租盤 因為買賣盤 沒有鑰匙盤 帶到你們看兩邊廳的間隔 我們先看著 進來 走了少許走廊位 左邊就是廚房 廚房的深度大概有四尺半 而長方形設計 入人的人數 這裡都可以入到兩至三個人 即是大小 可以幫助一個 主要送一個洗一下菜 一個刺一下東西 而裝修都是發展商的裝修 所以大部份都是清潔一下便可以用 而這個業主都用得不錯 接著來到單位內的客飯廳 本身這個面積的尺寸都是正常面積 擺了沙發位 尤其現在輕做掛牆電視的話 空間便更加大 然後這邊便是飯廳 飯廳的話 其實遇到二至四人的餐桌 然後這裡會不會有一個對流窗 其實正正對回客廳這個露台 做回一個對流 而剛好我們這個單位的景觀 是看著這個屋卷的內圓 這個內圓是會鎖 會有泳池健身室等設施 但是會鎖是屬於單位屋卷的一樓 外邊的人不會輕易看到 有時靜靜地下去 吃完飯逛下放鬆 或者放下狗仔在草地玩 少些外人或其他聲音的影響 環境看內圓都舒服 然後我們再來進去 然後我們先看看小房 小房的大小 大小的話會放到四六尺床 加多個衣櫃位 而景觀都是望回客廳的角 望回內圓景 樹景為主 而裝修上其實這就是有木地板 木地板 不是有木地板 油油都是由自己喜歡的顏色 做回地立便可以使用 廁所、洗手間是發展商一手的裝修 所以華三紅機都能保持 很多地方都沒有接受不到 而它是浴缸設計的 廁所有窗最重要 不是蝦翅的話便舒服很多 而再進來就是單位裡的主人房 首先房間的話 其實我會建議都是做床上窗台 如果不做都可以 剛剛好呢 如果四尺半床便到這裏 一條邊位了 如果做了未 你又有多一尺半左右 而這個位置便可以多些位置放下 多個位置放梳妝台 而本身它已經有入場衣櫃位 不需要再預設一個地方放衣櫃 除非有很多衣服 而這裏都是三個窗 一樣景觀 這兩邊廳擺位會比較容易 所以都不特別講 而我見觀眾都不太喜歡 不斷講擺位 大致講一下裝修 現在我們去下一個單位 現在就來到第二個單位 剛剛看了兩邊廳 我們看這隻就是 這個長廳的間隔 長廳的間隔 擺位上沒有兩邊廳那麼好擺 但只要花花點心機 其實可用空間 會比兩邊廳會大些 加上這個長廳的話 它是一個大窗 透光入到單位裡的光 我自己感覺上會比較多 現在來看看單位是怎樣的 來到第二間 這個實用面積是428呎 是一個日子廳的間隔 一進門口就沒有了走廣位 一進去就會是一個長方形的客飯廳 日子廳 通常擺位都是這樣 後面 飯桌 客廳 沙發 電視機 而最特別的 就是這個 它會少了走廣位 只要在擺位上 花花點心機 可用的空間 如果家裏有小朋友 吃煮少許多家裏有多個地方 是可以其他地方 可以給你 Munol 可以給他多一點更多 讓他更多 另外就是 KaneoMautку 以前沒有弄到我們 收租市場 都有鬥腳 有關階的 這個位置就是嶺南大學 通常未有疫情之前 在暑假期間 碟品亭及張康山莊的租務市場 都會沒有租盤 會搶盤 因為比較多國內的留學生 就會過來這裡租地方住 現在看到細房 傢伙參照可以參照擺位 景觀比較舒服 這邊會向南向 但它掌生了滿身的圓林環境 都比較美 多樹木 看出去都可以 而現在細房 對面就是洗手間 有窗的不是黑廁 大小跟剛剛那間 兩邊廳差不多 都是浴缸 然後來到主人房 主人房的話我會建議做床上窗台 景觀上都是望回嶺南方向 然後衣櫃位在這裡 這次單位看到這裡 我們再去下一個 剛剛忘記帶大家看 就是單位裡的廚房 廚房這隻不同 兩邊廳的間隔 這隻是橫一點 深就未必有兩邊廳的那隻 那麼深的 都是曲尺的廚桌 然後這裡會有一個工作平台 其實我們剛剛那個不是有一個露台的嗎 那這裡就會有工作平台 那些櫃都放了一個櫃 不過應該放回防水可能好一點 那浪衫在這裡 地拖掃把放櫃 那些適合 好,接著我們現在先去下一個了 現在來到第二個單位 這隻也是一個長廳的間隔 有些不同的地方 就是剛剛我們去到裡面的座數 去到現在的一座就是外面的 那望的景觀都會有個分別 待會再介紹給你們知道 而剛剛我們最後才補回的廚房 這個廚房亂一點 不過面積和大小都是一樣的 而它也是會有一個工作平台 而這裏的景觀都是看來源的 應該主人房的景觀較漂亮 再進去看看 洗手間也是有窗 面積也是一樣大小 這個就是細房 細房就沒有放傢俱 現在就剛剛放了傢俱 來到景觀 樓下就是剛剛我們看到的泳池 其實這個大小夠油的 還有油的人數 我據我了解就不太多 遠的景觀看回到嶺南大學 這個應該是新的教育大樓 而後面就是山景為主 而後面就是山景為主 景觀會比較永久 尤其是最近才建建 然後來到主人房 主人房 剛剛就是單人床 現在刺激了 那就可以做完床上窗台 會比較好些 如果你們買完回來自己做傢俱的話 景觀是這個 其實挺漂亮的 這次單位看到這裏 我看看試一下 下不下到會鎖那層 因為好像進去就出不回來 如果不然我們就帶大家去看下交通陪圖 屋苑的對面就是 以令南亭 以令南亭 它的面積會更大 當然那個銀馬就更大 但它有一個很吸引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個很大的露台 因為它那時以令南亭 起的時候 它是將工作平台和露台做在一起 所以露台是放到桌子 椅子 可以享受咖啡 下次有機會我們帶大家去看看 門口就會有個巴士站 去兆康西鐵站 K51 和K58 然後還有 早上的特別班次 Yembappi 去觀塘 960 這些 就是去港道方向 通常這個巴士站 開出來都是總站 開出來都是第二個站 而如果你是去機場 現在去機場 就快很多 以前乘巴士都要一個小時 現在直接走這個 屯門赤立角 即是全赤路 那就快很多 接著我們去富泰村 找一下食物 先 剛剛走了一會兒才發現原來沒有開咪 現在來到附近的一條天橋 這裏就由屋卷走過來 大約一分鐘報程 就會來到我現在這個位 我就由這個位置出發 走過去西鐵站 我們都會覺得還有嗎 很適合 我不客氣 離開 在那個地方 可以看到 在那裡 天橋 上了天橋 上了扶手電梯 便會到兆康西鐵站 整個感覺走過來 其實原來應該是四分半鐘 我剛剛看著錶就是了 四分半 而走過來 其實有些位置晚上可能會靜些 但好就好在 大多數富泰村 或者是聚康山莊 居民都會同一條路回去 人流又不算少得很誇張 當然如果太晚 可以選擇在兆康西鐵站 A出口 乘搭那輛K51 單位看到這裏 如果看樓的客人 記得找我 我們下段影片再見 Bye Bye